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语消息 出大事了 这个细胞纸的赤刀剑桶 包包大清洗 看来真的是来了 而且来得如此之快 远远超出社会的预期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边外人员 裁员的这个事情 这个全国性的公务员 聘员 砍呐 吃刀剑桶 真的是来了 来得很快 这个事情 势必是对整个社会的利益链条 各方利益 产生很大的触动 还有这个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也持续关注的 今天出的最新的情况 就是几个地方都跟进了 不过说请客示范 这是动真格 这个湖北实验 法文称 积极探索边外人员规范化管理新路径 切实提升边外人员管理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的水平 文皱皱的 就是要动刀子了 4月7号实验室为编办刊文介绍 编外聘用人员的管理 实验模式 还搞出来个模式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拍马屁 上面有指示 下面的人 我这里什么模式 什么经验 这一直以来的改革开放前就这样了 我们什么风桥模式 我这里试点搞得很好 习大大你赶紧看看 我们这里赶紧表扬 有点这么个意思 搞实验模式 什么实验模式呢 而且是新华社官网 主推的这么一个新闻 这里面打造点斜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习惯 就是先试点 然后试点之后 通常官媒就挑点形 点形 就给大家做思想工作 就继续推进这个事情 推得很快 之前什么哈尔滨 那个新闻 我们也是重点报道了 才没过一两周 才没过一两周 其中给出了一组重要的数据 一个是底肃清 实现了边外人员管理的数字化 数字化 全面摸清市值 边外聘用单位涉及的67家主管部门 这个还要全面摸清 知己市里面请了多少个聘券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现在才来摸清 也是蛮搞笑的 67个主管部门 涉及到177家单位 锁定边外聘用人员3400人 你看一个实验室 相对来讲叫做贫穷落后吧 我这样讲也不过分啊 全国来讲排往后排四五线城市 湖北省实验室 就已经有177个单位 你想100多个单位 里面都有聘用员 而且锁定了边外聘用员 这3400人就倒霉了 倒霉单被锁定了 随时就要淘汰 末位淘汰 不代表只有这么多聘用员 应该是不止这么多聘用员 很可能这3400人才是5% 但是中央说要5% 锁定了3400 通过清理规范 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26个人 就已经在做了 你想今年已经在做 两会开完没有两个月 马上就老头猴急猴急 所以看到这个细胞者执政的这种节奏 它也是很快的 就是我们广东话 就是罗黑叫优 就是一拿起就要 就是马上就很急 就是老人家 这个我要 这个马上给我建 这个建效果 就是要建实际效果 就是要吃到剑桶 节省财政成本 约1500万 落到这个钱的数字上来 看来这是财员还真就 对着这个钱来的 真是没钱的 这个财聘员 这个主要目的还真是想省钱 不是说什么其他的 省了1500万给党中央 所以对总体数量 身份信息部门分布 年龄学历经费来源等信息 进行的统计汇总 建立了边外聘用人员统计分析台帐 为领导决策做出的参考依据 也就是锁定了3400元 这3400元大概是都是有财的 但是他今年啊 就你看就先财了326个 才刚开年 比去年就已经是财了300多个 很快 这动作很快 然后就给这个孙悟空的紧箍咒了 然后你实现边外人人管理 金细花案 又要明期直冷 又要细化分工 又要健全责任 其实就是挖个坑 到时候找个合理的理由去裁员吧 这第一个就分析了多少人 然后裁员的依据嘛 这个就日常管理 打造闭环式 各司其职 其抓共管 责任民息 高效配合 打造了机构编制管理为总览 人事管理为支撑 精细化剥 精费化剥为保障 条件轻 实现边外人人管理科学化 坚持岗位设置合理化 科学化 就是说要进一步精简人员嘛 就这么个意思 明确边外人员的聘用条件 有些不合理的把它踢了 严格规范边外人员 岗位适用 健全 边外人员考评机制 考核 你看 对边外人员岗位进行定性定量的考核 你看这个考核嘛 优胜略带 你看最后一句就优胜略带 你看就在跟进 之前我们报道了3月20号 你看3月20号没有几天 现在不是4月才10号嘛 所以就两周左右 3月20号当时引起广泛关注 一出来我们就报道了 哈尔滨啊 当时就叫做边外人员清理规范 直接就清理啊 东北那边更猴急 你看名字就直接就是清理 然后就要清理什么人啊 当时就说每年20%这个指标 直接就写出来了 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啊 这些全部全部材料啊 你看啊 这然后还有啊 还有你看很多很多这个视线 都一一在跟进 比如近日发布的这个云南楚雄市啊 市委编办 你看又是另外一个城市啊 云南楚楚雄市啊 哎呀 在2023年啊 部门预算编制说明啊 提到当地稳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啊 聘用清理规范啊 也是严格落实加强 旁边外人员管理啊 嗯 据这个报道啊 这个楚雄市啊 委呀编办啊 炒你的这个这个 这个机关单位啊 聘用管理办法啊 逐步解决 你看逐步解决 边外聘用人员的无序扩张 资本无序扩张 现在是聘用人员的无序扩张啊 日常管理使用不规范 其实没有这个无序扩张 那都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请一个编外员 为什么请一个临时工 你看 因为一发一个东西 怎么搞的搞的不好 你比如这两天呢 那玩意叫什么 新冠溯源 新冠溯源 那个发言人直接就说 之前删除了啊 删除了一些资料 这又是编外人员啊 编外人员他要保留 完全没有了 这个临时工作为一个挡箭牌 很多东西是很难实行的 直接就跟着责任就往肩上扛 这很多公务员是不愿意看到 现在实在是没钱 编外人员有相当重要的责任 那现在估计他先吵的吧 也就是一些可能不太重要的吧 他可能也就你比如一些公安干警啊 的一些部门啊 就是他他能够或者说有两个啊 现在有两个附近他可以可能裁一个 保留一个 完全没有了也不行啊 可能是精简人员吧 或者说有有些单位啊 比如什么什么博物馆啊 就是这种啊 影响不大的可以也可以先裁是吧 也可以先裁啊 之前是有钱 多请几个黄青国企啊 解决一下就业啊 然后黄青国企天天吃干饭 比如什么大学的图书馆 以前那可是都是没一点关系进不去 这些清水衙门或者说叫做 叫做 很容易上 以前就是叫做没责任嘛 这些清水衙门就是 呃他不赚钱 但是这种部门 不容易犯错 所以很多锻炼的就就放到这些部门啊 什么什么科学馆啊 一般来讲不会犯错啊 不会犯错几年 哎你看啊 这个同事非常好 几年都不犯一个错误啊 他就上去了 到时候就提拔了 以前有这么个规矩 可能这些都要优先裁员啊 呃要无序扩张了啊 现在日常管理使用不规范啊 用功风险大 等问题啊 风险大啊 呃这个官方介绍啊 截至2022年啊 10月30号 金简机关事业单位边外聘用 也是也是拿出来成绩了 你看马上要出来成绩 这个这个层层加码啊 你刚刚刚那个是开联就来 这两会才刚开完 才这个5%的指标才出来 两个月啊 出那那实验室说 他已经裁了300多个人 然后楚雄市这里 他说去年10月30号 已经金简了2565个人 你这都两会都没开 你已经金简了 牛逼啊 金简压缩比例6.5% 指标都来了 你看减少财政支出361.43万元 实现的双控目标 一套一套的 你看啊 今年二月份同城市啊 又是另外一个市了 几个市啊 今天就已经收集材料 就已经收集到好几个市啊 同城市啊 也是组织召开边外人员 清理规范工作座谈会啊 会议指出规范清理 清退啊 清退啊 呃 边外人员是落实中央深化机构 改革的重要举措啊 呃 落实巡视巡查问题整改的具体要求 更是减轻财灯负担 加强廉政建设 那以前就别请了 这过去这十年 那么也不也不得习包子再当政 那时候他 哎呀 自己造成一个问题 自己来解决啊 是吧 所以会议表示啊 清理清退机关事业单位边外人员不是最终目的 哦 而是以这个清理清退工作为契机全面规范 哦 也就是以后就不给请了 我也不会清退啊 清退完以后不让请了 就要规范啊 边外人员用用人的乱象啊 也成了个乱象了 你看以前招商引资突然间就变得资本无需扩张了啊 现在现在不用了就一脚踢开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啊 切实提提高行动 边外人员你不是忙了才请个人吗 这个吵着吵几个人 居然能提高效率 我都没听说过 人多力量大嘛 多几个人多干涉 你你问呢 问我就能不能多请几个人 我肯定愿意多请几个人 你现在吵着几个人还能提高效率 那以前就乱花钱 那如果这么讲 这个多一个人 人不可能降低效率 只能降低性价比 但是不能降低效率 怎么来讲 人多肯定是做的快一点 同一个工作 专家分析啊 这个而且是这个国务院直属的这个中国新闻网啊 专家出来分析啊 清理边外人员啊 是中央已经决定了啊 所以地方要乘乘加码啊 所以到处吵人就就就就就会来了啊 边外边内又是紧密相关啊 边内也要紧密相关了啊 在清理边外边外人员之后 还可能我这个是李强的中国新闻网发的文啊 边外边内又是紧密相关 在清理边外人员之后 还可能进一步精简边内人员 哎就明确说了 哦这个是真的是麻烦了啊 中国新闻网啊 呃地方财政吃紧啊 一千三年经济下滑 财政支出较大啊 这是谁搞的 谁搞的 七零三年啊 有人拿这个这 难道说底下都这这些工聘员的 我拿这个枪指着 让让你细胞子清零的吗 没让你清零的 这个谁谁说要清零的 当时候哎 现在现在没钱的 可又又怪地方了 怪我咯 说的啊 这怪怪 哎 所以这这也是也是有意思啊 呃 可以减轻财政负担啊 提高治理效率 呃 这这是 所以就一直在做 然后今天也是看到一些网上的爆料啊 有些网民的爆料 就是说啊 你比如这个网民啊 叫做 蓝姐搞牛啊 搞牛啊 在微博上面发文啊 万万没想到城管要下岗 那之前是辅警要下岗了嘛 所以城管没什么奇怪的 同事的儿子是城管啊 啊 已经接到被辞退的通知 嗯 说是五月份要全部清退完毕 今年三十二岁的他马上就失业了啊 同事说这家人发愁啊啊 媳妇还在家照顾孩子没有上班啊 现在出去找工作 一间压力特别大啊 啊 这之前感觉跟他儿子没什么关系啊 没想到呃 是真的啊 有了几个单位去开会决定了 清理一部分啊 没想到边外清理的速度这么快 他看来啊 种种迹象 你看网上网民的讨论 官方的发文 这个事情都走得很快 啊 包括之前有有说是清理辅警的 现在看来的都是有迹象 起码你得裁个一半也可以嘛 你比如一个城管队 你裁个一半留个一半就OK 是不是啊 所以这这会来啊 这会来啊 呃 他儿子很喜欢城管 这份工作已经工作八年了 哈 因为学历不高 考试有局限 就之前就躺平嘛 啊 就就没没继续进修啊 现在现在要被裁出来了啊 呃 当时是找关系才才当了个三千五百块啊 一个月的一个城管啊 呃 现在 没得做了啊 财政紧张啊 也问了辅警啊 辅警的朋友也是确有歧视辅警也在也在自淘汰啊 啊 学历不高啊 现在不知道找什么工作啊 所以就全国各地啊 包括有些医院啊 也是提出来在裁员 那也是暴露出来 那也是暴露出来 包括这个无锡的医院啊 也是传出这个呃 第二人民医院啊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啊 这集体 持得一亿医院医院医院员啊 所以这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现在看来这个速度有点快啊 所以细胞只做任何事情呢 他都是大刀户户户 你看三年轻年啊 这个说亲就亲啊 呃 官家里面啊 把门焊死啊 就亲 然后一开放 全开放 口罩都不用戴 阳性给我上班 所以习包子这个人做事的风格 他就他就是大手笔 跨一下 这个全全国就干啊 说干就干啊 这个展现出来这个社会主义啊 集中力量举国体制 哈哈哈哈 所以这这就是习包子 他喜欢他的爱这个味儿 你不听话 下面人就怎么跟进这么慢 哎 他他不还不喜欢 呃 恰恰这个事情 如果推的太快啊 你看刚刚刚刚那个实验室 一个室就 就得锁定三千四百 那有的是可能还多一点 你比如深圳市 呃 广州市 我们拉个平均 你比如拉拉个 五千四千啊 你反正几千人吧 反正一个是得才五几千人 你如果深圳那些 你裁个一万人不多 实验室 你都裁出三千多个人 你说深圳的 不裁个一万 甚至两三万 那那简直都不是 是吧 然后全国地级市就几百个了 最起码几百个 我估计 你想想 就有几几几 是吧 这么多个省 每个省最起码十几个市 是吧 这个所以 有几百个市吧 所以说 这里面每个市得裁个几千人 裁个几千人 全国一下子 这玩意儿 那有个真之百万级啊 全国可能搞出来个一百万人失业 而且全是聘员 全是办公务员 里面是盘根错节 有些是各种利益纠葛在一起 那每一点关系 聘员都做不了 里面是那种地方势力在平衡 那还是能简单下的 早都下了 到今天没下的 那现在大刀或虎 其实就是你们不愿意下刀子 我给你下 现在起包子就这样 所以刀口向内 这会产生什么效应 首先就很多人会失业 你讲全国得有一百万人要失业 而且全是中产阶级 会那这这些人的失业又会产生什么问题 会不会开个宝马车又上路了 到到时候这些人会不会卖房 你比如他们没钱 没钱会不会把房子卖出来 所以说这里面值得琢磨 到时候对资产价格 对社会经济 这些人他又找不到其他工作 这个时候 你把财出去对经济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言难尽 所以我们只能是持续关注 所以先说到这里 时间有限 也就不太多展开了 现在绝对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